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玩乐游乐园 我是你们的游戏直播线上DJCA 今天要来说有安装Moth模组的新手玩家们容易遇到的问题 影片开始之前帮我按喜欢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通知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更新后进到游戏组页面你会看到这个模组已停用的视窗 直接按下确定 接着你会看到右蓝位的模拟小银是光头或者是只穿内衣 先别载入游戏 直接到最下面的选项 游戏选项按下 到左边栏位点着其他 启用自定模组打勾 这时候视窗会跳出需要重新启动游戏 然后记得按下套用变更 选择退出游戏 我们再重新进到游戏画面 才会跳出模组视窗 如果没有做刚刚说的步骤 更新完就直接载入游戏的话 有安装模组的模拟小人就有可能是光头 就是光头 没穿衣服就没穿衣服 必须要一个一个在创建模拟市民里面 帮他把衣服和头发装穿回来等等 分享给你身边的新手玩家 告诉他这个重要的消息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